把 SQLite 2 把它复制一下 那我一樣把它貼啦 不過我們這邊中間會加一個就是刪除的部分 所以也許 SQLite 03 好吧 這個就是 Deleter Deleter的話我把它再打開 OK 那我要怎麼deleter呢 在第四行的地方 Enter一下 就是在那個查詢的上面我先刪除 刪除之後再查詢 因為你刪完之後馬上看到 是不是有把那一筆記錄刪掉 那可是我要怎麼刪 基本上也是一樣 其實最關鍵就是 就是這兩行來改寫 OK那怎麼改 特別注意 第一個當然就 X X等於什麼呢 請輸入要刪除哪一筆資料 那我這邊有已經寫好了 我直接拿這個雲端上面的這三行 各位可以找到刪除資料 這三行 那我把它放在哪裡呢 Ctrl C 一下 我把它放在那個查詢 slate的上面這邊 所以這三行 也許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就第一個 Input 請輸入刪除編號 特別需要因為刪除一定要有個key 而且你那個key也不能重複 所以 為什麼需要有key 因為如果你都重複那邊一刪 奇怪本來刪應該刪到它的邊 就一刪刪到別的東西那就錯了 所以為什麼需要有個prime key 主要的原因在這裡 就不能刪錯資料 接下來後面的SQL 語法是什麼 Delete from 特別主要它語法一定是Delete from 後面加一個哪一個table 那我這邊應該是table02 因為我這個之前寫的 後面特別注意關鍵字來了 會有 會有後面加上什麼呢 哪一個 會有哪一個什麼呢 栏位 栏位就number 所以mun等於 然後你不能說直接輸入1 因為1固定了 所以我怎麼樣呢 就把它串在後面 那怎麼串後面 其實本來應該是1 可是我不確定的話就是 把1刪掉 串接一個x在這邊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去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1 然後放進來就刪除1了 那輸入2就刪除2 Islay推 OK 然後記得後面一樣 come.q 不過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slide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個come.exq 前面不用接啦 因為它直接刪除了 它不會像slide slide是查完丟回來 我要查的給我 那delete就刪掉就好了 不用 不用 告訴我刪掉哪一個 不過其實你前面加那個 它也不會錯 只是說沒有意義而已 OK 不用return 所以你會發現 那個exq它等於是 也可以return 也可以不return OK 不過通常是只有slide 才會return而已 OK 所以前面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面的話一定come.q come.q 因為你只要有做變更 就一定要come.q 比如說新增有沒有 它有變更了 因為新增一筆 那刪除跟修改也都要come.q 如果沒有come.q 它等一下 就會變成說你表面上看到 它刪掉了 但忘了come.q 它後來又恢復了 因為它只是什麼 暫時做那個樣子 但是沒有真的確認 ok 所以come.q 是確認 確認真的刪掉了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裡面總共會有三筆資料 我中間插了 等於是把查詢拿來改 然後我今天就是先輸入編號 比如說我輸入3好了 我看看資型 不過這邊怎麼有個錯誤 錯誤訊息 XX 這邊 那我先停一下 加上 這邊哪裡錯呢 這個進來 這個大小型 對 所以這邊 最好統一一下 ok x 這應該大型來的 這邊有個錯誤 上面大寫 下面也要大寫 好 可以執行一下 裏面上應該ok了 好 刪除3號 enter 看看 所以它是先刪除 然後馬上再做查詢 看看會不會ok enter 有沒有 剩下1、2而已 如果再執行 刪除2號 enter 剩一個 如果再執行 就都沒資料了 ok 所以 我剛剛在這把他 不過等一下就再新增 1號 沒有了 全部刪光光了 ok 所以這裡特別注意 試著把那個 這邊再加上一個 刪除的功能 ok 所以會刪除了 所以以後你要刪哪一筆 你只要有一個key 跟他講哪一筆資料 他就幫你刪掉 ok 甚至呢 當然你想說如果 那個域法裡面 你如果說會有後面沒有加任的東西 你可以寫到什麼 delete from table02的話 後面結束掉 這個意思就是全部資料刪除 ok 就是不管 反正裡面 delete from table02 意思就是說 所有資料清空吧 就沒有了 ok 會有意思就是說 要有個條件 指的是哪一個欄位 是什麼值再刪除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有點像會員 如果你加入就insert 如果那個會員 他已經離開了 那當然你就把它delete掉就好了 不過一般資料不會直接delete 通常是 他的目前的會員會有一個表 另外有一個歷史會員 可能又另外 可能就這邊delete 然後再把這一筆 vaker call到歷史的會員資料裡面 否則的話以後也查不到 歷史會員資料 可能就會有這樣的做法 所以變成說這邊delete 那邊insert 有沒有 這邊delete 再把這一筆記錄 insert到歷史的會員資料裡面去 有沒有 通常會這樣做吧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們在做資料庫的應用 最常用的就是insert slate delete 最後一個update 大概齁 其實就很夠用 ok 比如像以前做什麼 像那個 什麼電影院的那個訂票系統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是 整個全部那個位置 就是total 你如果說有 有 有訂票的就1嘛 沒訂票就0 如果他訂票你就把狀態update就好 update為1就好 就表示那個位置有人訂了 如果說他那個位置有人 有人訂 訂的是誰的話 甚至你可以insert into 然後甚至可以 再把他的會員資料 也一併把它放在資料庫 那將來查就是這個座位是誰坐的 大概就這樣 或者是說其他吧 進銷存系統也是一樣 不壞進貨就insert into 庫存有多少slate 如果賣出去就delete 如果說有資料錯誤就update嘛 大概用來用去都差不多這些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delete的部分先試做看看 待會最後就有個 再update